各位馬迷老友好,又來到Layman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研究一下10月1日的國慶杯賽日的大賽日的賽事 昨天出了兩條育成賽馬系列的影片 全場部速形勢分析也出了 今天也是照舊,出了另外兩條 希望各位未訂閱Layman頻道的朋友 可以免費訂閱LaymanYouTube的頻道 另外可以考慮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Layman的頻道也需要得到 各位有心支持Layman的朋友 就認真去支持一下 Layman經營這個頻道 可以和大家說真的花費大量的精神時間 相信各位都感受到Layman的誠意 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Layman祝各位可以多贏 每逢賽日前兩天 Layman也有Layman時前Live 暫時都沒有改變 在賠率前一天 都會有一個公開版 在賠率前一天會有一個會員版 就會提供更多賽馬的資訊 以及討論的場次 今天和大家說 第九場 三班千六米這場賽事 其實Layman想繼續說一隻育成的賽馬系列 但沒有理由為港而說 但有一隻馬 我也很想和大家說 其實有一隻馬 我相信會員朋友知道我一定想說 不過它是今季初出 在一個衡量取捨之下 我覺得有一隻馬上次跑得不錯 但已經是一隻中年馬 究竟是哪一隻呢 連Layman經常說的馬都不說 就是這隻 4號的天池怪盒 5號的天池怪盒 通常在季初 前一季的季初可以跑到兩條Q 上季在頭三劑已經能夠交代 上季勝馬那場 已經在熱身一場跑得好 上季已經跟大家介紹 在波見史底下 贏得都相當輕鬆 今季呢 他經常都是用這些騎士 黃俊、賀冥煉 一直跑到季尾 更是經常跑千四、千二 其實這些路程對他來說 的確是有點嚴短的 你看他的路程 其實他曾經在大前一季 其實他輸給天滿意跑 打比都是兩三個馬位之間 當時是打算跑一些經典系列賽事的馬 但是這隻馬 已經過了成年 但仍然是爛船都有三斤釘 今次由上場季初的1400米 就跑回一場今場的1600米 熟悉這隻馬的朋友 都是1800、2000 會比較適合一點 但是今次的1600米 我覺得已經比上場的1400米為好 再加上今場馬 康明涵 康明涵 等等 剛剛有些突發事件 本來我和大家拍片的時候 何明涵都沒有馬騎 現在呢 本來想說玉城賽馬 那隻心中有馬 就退出了 看上去那些集 我不知道他什麼原因 看看他什麼原因 沒有說 退出了 現在補了一隻一舖中環 都是賀明涵 本來沒有賀明涵 大家都看到 這隻天池怪盒 本來一直都是賀明涵 開的 今天呢 由上次跑得不錯的賀明涵 其實都不是跑得差的賀明涵 這隻馬 整天都可以上到名 今天突然間找到 潘頓過來幫他騎 潘頓和他也是人馬合拍 在原意上 其實他可以給賀明涵騎 他寧願賀明涵也不用 就用潘頓 賀明涵本來這場是坐冷板 現在才叫做有隻心中有馬 退出 他才換了賀明涵一舖中環 不如大家看看他上季 和大家說 他熱身一場已經輸了兩個幾馬 我記得是張耀那一場 張耀勁勃很勁的那一場 他已經跑得很近 又是1400 嚴短 然後熱身一場 找波見史 就贏這場1600 當時75分 和現在的評分相約 但是今天也是熱身一場 由波見史換到潘頓 老實說 這場馬的步速 其實中等步速有少少快 輕微 但是 的確對手是不是很硬 除了天池怪盒 快翼線 長期在二班打等的馬 其實有些馬都不是很強 但是 也是比較馬小的場合 今天是速足 但是 先看看他贏馬的姿態是怎樣 這隻天池怪盒 當時是波仔騎 一出閘外檔 其實他出閘不太慢 一直流流流流流流到快翼線後面 裡面那隻好像叫筆記的風 這隻是精彩有女 這隻是什麼誰什麼誰 聲雲鳴雀 好像是博外有威 開懷大笑 電流兩匹馬 分別是天池怪盒 和出閘不太慢 其實波仔 流這隻馬都流得不錯 熱身了一場 再上1,600 給1,400 合適 沿著內蘭 慢慢拉近距離 開懷大笑 內蘭健康在網 中降第五位 還有什麼誰 中降第六位 內蘭白臂窟 其實這個步足 可能以季初來講 是有少少快 即是以季初來計 現在在快翼線後面 現在一間 穿個位出來 也不用特別去吹拆 這隻馬 就贏到這一場 現在在什麼誰什麼 旁邊 還是打上困籠 入到三百多米 才打開 三百米 開始騎下去 騎了一百多米 騎了一百多米 即是二百米 八五米 八五米 其實已經奠定性局 還有八五米 就球球騎 贏了這一場 這隻馬 都不年輕 連續拼多幾場 之後 季尾就不斷 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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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二 即是為了今季打算 季初 就看他跑這一場 今季剛剛對上過一場賽事 是一場極慢步速的賽事 現在有個連馬斯 我封了他們幾兄弟 做了慢步速贏馬之王 其實這個步速足夠慢 不用說這麼多 1111 3332 4443 554 7885 追得最厲害的 就是進益線 放回來斷了那隻 就不應該敢跑的仗耀 如果不是仗耀 是敢跑的 其實可能是12345 不過這隻天池怪俠 其實千四對他有點嚴短 另外 其實他去到末段 雖然他追不到人 因為末段時間相當快 去到22秒 鬆一點點 他追不到人 是情有可原的 難道開到21秒多嗎 但是他也沒有被人追到 天池怪俠 今天呢 依然都是有一個內蕩的 中間有聖賢 外面就是張耀擺在前面 第四位天池怪俠 第五位中蕩 粉龍眼罩 超級綠洲 外面疾風明驅 後面那隻 其實呢 前面好像聖賢 這隻這樣的馬 其實都是一隻好勇的馬 這隻黃龍蝠象 賺了報速 張耀就不應該這樣跑 就把他推出來 這隻斷了 沒有話可說 他雖然呢 沒有追到前面 黃龍蝠象 聖賢這些 這隻 都不簡單的 當日這隻是最輕綁 諾菲也是最厲害的一隻 其實呢 他也沒有被人追得到 我覺得這次跑到1600 在動態上找到 潘頓 都是有意思去補一補 這隻是五星 來的 轉香港體育園灣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黃龍蝠象 外面是張耀第二位 內蘭第三 其實超級綠洲 聖賢那些 貴初才是一場 賤捕捉的賽事 跑得好 整場追得最厲害的那隻 就是叫做進力線 神級發揮那個 就叫做精彩有利 有四隻 一鋪中環精彩生活 暫時包尾一隊走近 有這隻就閃得快 包尾那隻是喜連心聲 這隻是天池怪盒 他追來追來都追不到 那隻是最輕綁 這隻夠勇 集封明區當日 何銘蓮又不騎他 他就給了報告 他雖然追來追去都追不到 但是人家也追來追去都追不到 那叫做過了那隻跑錯了的仗耀 這隻就是封明區 接近終點 黃龍蜂將大陸 進力線就追得最厲害了 跑到二名的聖賢 這次就在動態上 如果你給賀明連騎 就可以了 又不是跑得差 這次找到潘頓來了 覺得在動態上 潘頓和他都人馬合拍 跑回相對來說 比千四更加適合的路程 這隻馬可守可追 這場馬 雷文選了一隻 就不關肉城賽馬的事 不過就和大家討論一下 這隻天池怪盒 今天雷文和大家品提一下 講第九場三班千六米這一場賽事 有一大堆 今季初出 有一大堆 放前面走的馬 這隻是屬於可守可追的馬 潘頓幫蘇惠賢騎 好像是第一隻來的 今季 看看交到什麼表現吧 會不會不斷 會不會不斷